我的经历可能跟男嘉宾也比较相似 很小很小的时候 真的家里面经济特别的困难 然后连一包洗衣粉都买不起 那时候上学的学费都要到处去借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其实那段时间 我有想过要辍学 当时家里边出现了病骨 我爸爸生了重病 家里特别拮据 然后当时就想 要不辍学了 我出去打工 至少可以给家里帮补一些 然后我就跟我班主任说 他就开导我 说你不要这么傻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然后就这样开导我 我就坚持又参加了高考 在我成长的路上 其实还是受到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政府的 像我上大学 我是带了四年的中学贷款 然后另外还有 回家的奖助学金 因为有这些 我才可以顺利地毕业 所有给你帮助的都会记得 对 我有一个小本本 你对我的好 我会写在纸上 刻在心上 我会写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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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写在纸上